我在這邊先稍微問一下大家喔 你們現在這個畫面前面這幾個圖案啊 你們有沒有人想玩的 但是呢 電腦不夠力 或者是 沒有電腦 又或者是 有電腦但是跑不動的 有嗎 刺客教條 2077 還是天命2 還是中間這個FORNINE OK 看來大家都有很多很多想玩的遊戲嘛 是不是 待會呢我會直接來開個方舟給大家體驗 那我必須要先說明一下 他這個目前是由 NVIDIA GeForce 那我跟這個台灣大哥大一起推出的平台喔 左上角有沒有看到 這是他們一起推出的 那裡面呢 已經有這個 支援 將近有千款 然後呢 包含了一些免費的遊戲 他也有支援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用他來玩方舟 暫時玩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一下那個感覺是如何 GForce Now呢 他是由台灣大哥大他那邊的伺服器 再由NVIDIA 提供這個運算能力 然後再用 網路雲端技術呢 傳送這遊戲畫面到你的螢幕上面來執行遊戲喔 這意味著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味著就是 你不需要用很強的電腦 硬體設備 你不用什麼高級顯示卡 不用什麼高級CPU 不用這些都不用 你只要有好一點的網路 你就可以順利的玩這些遊戲 然後呢 3A級大做什麼的 你想玩什麼 只要裡面有 你基本上都可以玩 基本上呢 你也不需要下載跟安裝 你只要註冊完之後 你登入進去 馬上就可以玩了 當然呢 在這個前提之下 你必須也要有 買過這個遊戲 因為待會呢 你要用這個平台去玩的話 你必須要去串連 你看到這邊會有兩個串連 這個一個是Apex的 一個是Steam的 然後呢 你的Steam帳號裡面 你必須要有 這一款遊戲 你要有買過 你就可以直接用這個 Gforce Now 來做一個串連的動作 也不會消耗你 電腦太多資源 他頂多只是消耗這個執行軟體而已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擔心一點喔 那如果我這樣串連進來 會不會紀錄 就會重新開始 基本上是 不會的 好不好 基本上是不會的 因為呢 他這個本身是有支援雲端存檔 你的Steam上面如果有雲端存檔 你就可以 繼續的延用 但是呢 本機存檔是沒有辦法共存的 方舟不支援雲端存檔 所以說沒有辦法 共用存檔 但是呢 如果想體驗方舟 從來沒有玩過方舟 想要玩PC版方舟的玩家 是可以上去玩 看看啦 這邊呢 基本上 他系統需求呢 是需要到 Windows764未圓的版本 關於這幾個硬體要求 基本上都是 很低很低的配備了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定必須要 沒有網路你沒辦法串連 需要有限環境 或是5G WIFI的環境 然後這邊又說明 目前呢 只有支援到1080 60P 接近大概100Mbps左右的網速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還有一點呢 大家應該還會蠻在意說 這個串流支援到什麼程度吧 目前為止是沒有辦法支援到4K 60P 因為目前的 網路環境 還沒有足夠大到可以 撐得起4K 60P 所以說很遺憾 目前只能到1080 60P 就像是 你們現在看我的直播 只能看1080 60 看不到4K 60P 各位看到有沒有這邊還有其他 系統需求 為什麼會有這些系統需求呢 因為他們也支援這些啊 蘋果電腦支援 安卓手機也支援 iOS也支援 也就是蘋果手機也支援 還有呢 Google瀏覽器也支援 我剛剛講說他是免費的 沒錯 一開始是免費的 他這邊寫免費 但是呢 他是有限制的 每天只能玩一個小時 啊需要排隊等待進入啊 那價格的部分這邊已經很清楚明瞭了 像是這個白金會員方案呢 無限遊玩次數 每次遊戲 時間最多6個小時 這邊呢還有優先的排隊權 就基本上就是可以直接插隊了 那一樣支援光線追蹤技術嗎 光線追蹤技術 剛剛有人講過了嗎 那這邊呢 就是白金方案的部分 這個方案呢 就是台灣大哥大的 玩家專屬方案 那這邊我就不多說 不多說贅述了 因為呢 如果你們有台灣大哥大的手機 或者是一些什麼合約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啦 會比較便宜一點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還有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就是 G4s Now 白金會員限定 啊 幽影行者 序號正獎活動 就是你成為白金會員呢 你就有機會去可以抽這個序號 現在這邊有一個呢 方案就是呢 你還沒有付過費的人 你可以去申請一個優惠碼 前30天是99元 也就是說你可以先花99元 來搶先體驗一個月 後面之後就開始是299 變成了白金會員之後 啊 你還可以去頁面登記 幽影行者序號 正獎活動 總共有兩個方案 啊第二個方案呢 就是你本身已經有白金會員了 你必須要遊玩次數 累積到5個小時 然後呢 再去這個活動頁面 去做登記 付費可以隨時取消 可以 你付完費之後 你取消之後 下一個月他就不會扣了 那基本上是沒什麼延遲啊 你能想像在筆電裡面 你也可以這樣搞嗎 你的文書機可以玩方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很爽 現在的3a大作 你想想要 想要特效全開喔 我個人覺得是 至少要 一個 RTX2060或2070 左右的顯卡吧 對啊光是這一張顯示卡 那個價錢 應該是1萬塊左右吧 但如果你想要效能全開 啊又想要每年都玩3a大作的話 我覺得就這張2060可能再多 也是撐個一兩年差不多了吧 應該是差不多了吧 那如果你把這顯卡的1萬多塊 對不對 直接來買這個 GeForce Now的 年費的話 一個月一年多少 一年是2388 那要換算下來 你也可以買個四五年 那保證你每年只要有3a大作 GeForce Now有支援這個平台 你都可以特效全開 都可以開光追完 完全不消耗你的電腦 而且啊 假設啦 自己本身也沒有想要玩很多3a大作啦 我只想要玩方舟 其他3a大作我都不管 我的電腦又不能跑 我家裡只有一個老古董 那你可以現在使用優惠碼 第一個月 用你的老電腦去跑方舟 特效全開 對不對啊 如果你玩了半個月你覺得 玩膩了不想玩了 你把它退掉 取消訂閱 你最多也只花99塊 玩方舟這款遊戲而已啊 好這是我之前的紀錄啦 我好久以前玩的啊 好你們現在所看到的 是我的吃個教條奧德賽 但是呢 遊戲硬體運算畫面是由NVDA那邊在幫忙做輸出的 奇怪我就有個技能 然後我突然不會按了 完全更肌臟沒什麼兩樣 靠北旁邊那個是怎樣 吃屎吧 我就可以換武器啊 我換了沒 武器是他哪一個 我忘記武器是哪一個了 哦不 不要這樣子吧 我還在適應啊 我的武器怎麼切 抓一下 踹 我想要換巨斧換不出來什麼事啊 靠北沒放到 好 好痛好痛 剛剛叫聲怎麼那麼有層次啊 這是什麼回事 踹 還敢擋啊 解決 我要怎麼換武器 哎呦有了 去啊 哎幹什麼 哎呦 啊 一呆 哎呦 幹什麼 幹什麼 把你盾子偷走 哎呦呀 哎呦 那麼痛啊 串你的咖嗔 靠北好痛哦 他也是拿巨斧的哦 說 說 結束 爽啊 所以我剛剛就講了啊 一個月99塊你們可以去體驗出差距在哪裡嗎 那如果真的不喜歡那就是取笑掉嗎 就是這麼簡單啊 你要出體驗你不想要先付99塊 這邊就有一個 基本方案讓你先使用啊 這邊基本方案讓你先使用之後你還是可以稍微等待一下 一天只能玩一個小時 好啦 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拜拜 這邊 再見 這邊 在裡面 今天 可以 從微小 我們真的很快 真的 我們會再拍照